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前线医护人员深受压力 自身艺人江华与麦杰文的儿子陈耀宗 Brian在香港任职前线医护人员 更自荐进入隔离病房照顾病人 儿子的大爱精神令江华夫妇引以为傲 不过由于一直谨守岗位的Brian 必须长期自我隔离 进屋后便立即回房间回避 因此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同桌吃饭 江华夫妇每天只能跟儿子透过视频聊天 此外有消息指江华夫妇爱子心切 甚至为了将儿子一面 曾经试过敲儿子的房门 但却遭到儿子责骂 是不是不怕死 虽然语气不好 不过也可以感受得到儿子 作为前线医护人员重重的责任感 连日来江华夫妇都透过社交账号发文 为大家加油 江华破了对着儿子房门拍的一张照片 留言爱与分享 这是一个考验人性的时候 也是做人成长必经的阶段 但无论如何 老爸也会陪你一起面对 而麦杰文也在微博上载一张戴口罩的照片 留言我会尽自己能力做好自己本分 烧出外免添乱 中国加油 看到江华一家都那么正能量 有人给麦杰文留言 你们教育的好 你的儿子是英雄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